那网关跟设备之间的联系 那个网关跟设备之间的联系 可能慢慢标准化 那网关后面的通讯 当然现在这OPC OPC UA 这可能是潮流 那像MQTT 都是通讯的主要的主流 那这些主流慢慢普及以后 使得这边又简化 现在还多了点 东西多了点 那网关技术无线移植等等 继续普及 像我们研华也把这个做得更好 那整个事情就会慢慢打通 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AI 就是把你的数据收集以后 用图片给你看见数据 用图表曲线看见 看见的效益就很大了 只有看见而已 像我们研华的工厂 昆山的工厂 就是看见 在看板上看见 我们过去三年的效益增加百分之15 也很大的 也就是绩效增加百分之15 就是可视化 但是自从我们把数据收集起来 可视化只看见而已 由于能看见了 才能改善 就调了15%的效益了 对因为这个点特别打动最终的用户 他们会考虑说我真的能省多少钱 或者真能多赚多少钱 这个数据是很多人会关注的 下一波就是AI 任何行业 数据收集以后 一定要用AI才有办法得到更 更先进的分析 也就是用AI来判断 数据收集起来以后 用这个影像的 或者用一个数据的AI来判断 那判断当然是更厉害了 那这个 以像那个机械学习 深度学习 所有的那个瑕疵啊 透过学习都可以判断出来 而且精度非常之高 那无论物联网真的要起飞啊 还是AI到尾到各个产业的判断的节点去 那这个技术呢 其实现在也都很多人做 那也是慢慢普及的 那一旦AI的导入物联网 也就是数据收集起来 又导入物联网 那这个力量就就很伟大了 好 那个时候的效益就 就刚才我的曲线上来 就大量上来 所以我认为真正物联网要在大成长 就是AI导入是关键 所以我理解一下您说的 其实这个智联网它的发展 是不是分阶段 先第一阶段先是可视化 先让那个不可见的那些数据 不要让它藏起来 把它拦出来 因为有可视化的数据 然后有的这些数据呢 它持续的一个积累 然后这些数据可以到下一步 就训练AI 让AI这些是被人的力量 所以先可视化 让你的积累数据 然后再到AI 所以是这么一个 但是这过几年呢 很可能就一倒就跳到AI来 也有可能 就从这个绝跳过 中间就不经过那个可视化过程 也有可能 AI模块如果是价格想降低的话呢 需要从B2C这段消费者 这段先上量吧 然后他们这个成本 才能极大的降下来 不一样 消费者的AI 跟我们物流网的AI 是两回事 这个应该 我估计是 会共用技术模型 共用芯片 芯片一样 技术模型一样 但是应用是不一样的 我估计不一样 就是有可能是硬件 芯片或者是模块 那个可能是类似的 但是里边的这些算法 或者是里边的这些模型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就是在您自己的这个工厂里边用了这套解决方案 而且取得了15%的这个效率提升 这个是很可观的一个成就 对没错 是 所以就是其实我也想了解 因为很多的这样的物流网最终用户 他们也是对最终取得这个成效是感兴趣的 而且就是也希望您分享一些实战的经验 那我想请您针对这个给这个物流网的这些从业者或者最终用户给他们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 我现在看最终用户没有一件不干不想做的意愿极为明显 比如说我面对比较多是工厂还有能源环保产业 就是水处理啊节能啊这种产业 那现在的困难就是我讲还是老样的话就是DomainFocusSI 太还没成熟 就是说我们平台做好了硬件做好了 可能恋爱就还好了 但是集成商目前不够完整或规模不够大 这个集成商问题我再说一下 集成商分成三种 一种是单位内使用单位自己的工程师当集成商 大型的厂大型的音乐 他们里面的数位的工程师都是百人以上 所以就是他们自己IT部门的人当 我们就是In-HouseSI 就是他就自己假设一百人的公司 他自己就可以当SI 不需要外面 就大型公司像富士钢他就自己SI 他现在还想拿来卖给外面 第二种就是传统SI转型 就是传统的SI几十年的 他本来是做传统的集成 转成物联网集成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新型的SI 另外再一种就是使用单位 大型的 就是使用单位的SI团队 除了自己用 他又出来做服务业者 譬如说医院 他自己做好了 他这个SI可能 这个里面的团队可能有一两百人 他又成立这个服务同业的团队 这个也是SI的来源 所以我们最近这个我们成立的投资部门呢 就专门对下游的SI进行小幅的投资 加速 加速这个产业的增长 所以刚才课证您提到说 您觉得这个智联网发展的这个节奏 还有点慢 希望它更加速 而且我也观察到 就是之前严华提出的 这个co-creation这么一个概念 就共创这个概念特别棒 所以会不会就是说通过 您是希望通过共创这样的模式 来推动加速行业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是 对 所以我们严华就是对物人 我们就提出这一句话 就是co-creating the future of the IoT world 就是共创自联的未来 所以 就是我们理论就是说 这物人网时代啊 是一个共创的时代 跟互联网加 一加搞定的时代呢 很不一样 我们的战略就是 我们就好好搞定这个 WidePass 就是平台 那这个平台就分享给所有的垂直产业 那里面有很多做很多的 跟伙伴合作做很多的半成品 我们叫做Solution Ready Package SRP 或是现在 专照书里面写的是工业APP 同一件事 我认为要帮助后面的这么多产业 传统产业转型 那当然我提到要有Domain Focus SI 一定要加速来 让它快速增长成熟 因此我们内部就是有个战略 就是去跟它共创 那共创里面也包含 所谓的minor的小幅的家喻 像参加JV Joint Venture 另外就是这个 Industry App 工业APP 我认为是很重要 就是要加速物联网成功 工业APP很重要 因为没有工业APP就没有半成品 没有半成品的速度普及不了 因为靠S来组 工程太浩大 譬如说我们盖一栋楼 你可能门也要自己做 窗户也自己做 电梯也自己做 那怎么行 所以电梯买的窗户买的 门也是买的 对不对 都有专业的公司帮你做好 这样才有办法 因为盖栋楼的工程太大了 非得这样有半成品才行 马桶要有人做 你不能都自己做不可能 所以工业APP一定要促成 所以我们研瓦代表就是做好平台 硬件绕本行 把工业APP尽量跟伙伴合作把它备好 那我认为彭教您的书啊 很有效的把这个道理啊 把这些名字都解释清楚 这个贡献我认为很大 您的书上有提到这个工业4.0 还有everything to everything 还有这个manufacturing as a service 我认为这些概念 是指出物联网系统实践后的理想 也就是说物联网做什么呢 是做传统产业的数位转型 比如医院 以前你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病 而且医生你排队等医生 现在可能会远距 这些道理呢 医院的服务 可能您在家里数据传上去 人工智能帮你判断 等等这些服务呢 都会产生质变 所以呢 所有的产业会变到另外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坦白说我们无法想象 坦白说我们十年前 无法想象 手机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时候 居然我们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看手机 没办法想象的 同样的这些传统产业呢 也会质变到一个地步呢 是今天可能我们不容易想象的 所以您讲的 everything to everything 所以manifficient to service 我觉得是在讲这个事情 那我们也认为 这物理网会变成这样的情形 是 其实我很期待您在十年前 我就听您在讲 machine to machine 包括IoT internet of things 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很心疼您有这种前瞻的这样的视野 来为我们预先就锁定了 这么一个特别有 有潜力的一个方向 我也很期待说我们未来来共同合作这样的读书会 能够和更深的和产业来做连接和接触 您的书我看过确实对这个 这些未来的东西的产事非常到位 所以我想说就我们来办个几场这个读书会 那我们来做直播 那来分享 我认为可能可以更多人来理解 那促成产业更快的发展 所以我们计划跟您这边来合办几场这个读书会 来大达这个效果 当然也是我们一个品牌的一个沟通的这个概念 这样 期待您的更多精彩观点 好的谢谢 谢谢